2020年是中国农历鼠年 为庆祝新春佳节 1月6日 香港邮政宣布将于1月11日 推出一套以岁次庚子鼠年为题的四枚鼠年特别邮票 套者 丽世丰 丝绸邮票小行章和贺年卡等邮品系列 香港邮政总经理郑志伟表示 四枚鼠年特别邮票是香港邮政第四级第九套贺岁生销邮票 邮票面额介于2至5港元 图中的老鼠以四种工艺品设计 表达了乔鼠贺岁的主题思想 而本次也会推出一款镶嵌有22K镀金晶片的12生销 金银邮票系列小行章 保诸乔鼠 小行章附有黄金橙色证明书 第四辑第九套的贺岁生销票 我们继续以会议工艺品为主题 一套四枚的邮票和小型章分别展示了泥数 刺售 涂瓷 玻璃和剪纸的巧鼠的造型 同日推出第二载12生销金银邮票系列的第八款 邮票小行章 保诸巧鼠 我们用了银薄 也都是烫印的章银邮票 配了含有22K镀金银的小银邮票 背景用橙红色称义特别酸黎的杜冠花图案 喜喜揚揚 香港邮政高级经理李振宇表示 本次同时推出的小板章 以心思心意为名 色彩鲜艳夺目 洋溢着节庆气氛 香港市民可以和邮局联络 在小板章上印上人头像 李振宇透露 已经有不少人预定 邮局届时会发售正式首日风 每个售价1.5港元 市民可选择贴有一套四枚邮票 并盖有鼠型特别邮戳盖销的首日风 每人限购五个 香港邮政还会推出一款邮票小行章 和一款特别的丝绸邮票小行章 以及一系列贴有邮票小行章的首日风 价值50港元的丝绸邮票小行章 以金属减纸图案为主体 用真丝制作 不妨可以摸一下它 是滑漏再加上 其实因为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加仔细 这个丝绸邮票 亦都是非常之在一个贺连的情况 大家都明白中国人和丝绸 其实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之好 以及有意头的一个油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